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现在我的话是在这里写实的 相对于是,相对于我这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对劲的 他走到这里的时候的话 我们应该做的操作的话 应该是去开始加载更多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去这样写个方法 叫做一个perform 相对于是一个 perform的话就是直写 是吧 这个单词又忘了 perform对了没有 真的吗 perform一个loader mode 相对他开始去是写更多 创建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去写下 好,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去 把它展开哈 写到这里来的哈 对吧 这里的话方法的话 我们一般的话一样 从两个角度这是干嘛呢 知道吧 那就是滑到底之后 应该去拿取更多的数据 是这样的吧 这是DES 那什么时候会比较用 从这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 那什么时候会比较用 其实就是滑到底的时候会比较用 对吧 滑到底的时候 因为你看嘛 这个方法是在哪里执行的啊 它是不是滑到底的时候要求数据展示啊 但这个数据怎么展示我不知道 所以说我应该去咨询这个方法吧 去开始加载更多 好,这是这样情况 加载更多的话 我们又要想一下了 加载更多其实就是去拿着我们这个信乘词去 请求网络把这个数据给返回回来吧 是吧 好,这时候的话就用我们的一个信乘词去做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third的factor 去gate的一个 诶,这个factor不对 third的factor的一个factor 去gate的一个normal的一个信乘 gate的一个normal的一个信乘词 它应该是去执行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的话就是一个加载loader mode 它是加载更多的一个任务 对吧 好,这时候的话我们去创建一下这个任务 那就是一个class inputment一下runner 好,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run方法 好,这个其实就已经很简单了 那在这里的话 一样的哈 开始 真正 开始请求网络加载数据 是这样的吧 是这样的吧 接下来得到这个数据之后的话 我还应该得到一些状态 得到 返回数据 其实就是得到一个返回的数据 然后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刷新试图 其实这个和之行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刷新试图 那这个时候的话要刷新两个试图吧 你想一下哪两个试图要进行刷新 一个的话刷新试图的话 这是不是要刷新我这个loader mode这个试图吧 如果加载失败我应该给他一个从事 让他再点一下 再去加载 如果再加载失败 再让他从事 对吧 这个是一个loader mode的试图 要去刷新 还有的话 除了loader mode的话 是不是list review 如果下载 回来更多数据 我还要 相信是刷新一下数据源 然后notify change了一下 是这样的情况 刷新这两个东西 刷新这两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要刷新 我们再来分析哈 这个时候要刷新这个list review的话 是不是你应该把返回 加载更多 过后得到的数据吧 你要把他返回给我吧 是不是这样呢 相对追加到知情的一个数据原生上 比如说知情的话 差交到一个md次 接下来我是不是一个a的wall a的wall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我一个加载更多的东西 相对于是这里又有个集合回来吧 他会返回一个集合给我吧 好 在这里我们接着慢慢的写哈 在这里的话 就会真正的去请求网络 去加载 更多的数据 那相对是去 按notify 写个方法 随便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同样又是一个 这样一个道理 它是在机内里面 每一个协议 加载更多 它那个具体的请求 就不一样 我在机内里面 知不知道它距离 怎么去加载更多 或者它知道 怎么去发生 一个什么样的请求 不知道 那同样应该怎么办呀 必须实现 但是不知道具体实现的话 我们应该把它定义成一个抽象的方法 好 这个去处理一下 那就是Public 下面的IPS Track 再给同样的写下相关的 一个描述的话 就是真正加载更多的 加载 真正加载更多的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一样的 必须实现 但是机内不知道具体实现 所以定义 所以定义 抽象 方法 交给 之类 这样的情况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什么时候被调用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要可以去考虑一下 那这个时候什么被调用 其实就是也是滑到底的时候被调用 对不对 它会去开启这个Task 开启这个Task 它就会有这个乱款方法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一下 它的返回值 那这个返回值的话 你猜它应该是啥 不应该是Word 对吧 我没有返回值 我怎么去处理这个结果呢 对吧 那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返回值 返回回来 它这个返回值的话 是不是对应的 应该至少是一个集合吧 集合里面 那具体的类型是啥的话 那是不是由于 由这个Super Base Adoptor里面 数据源的一个类型决定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类型是啥呀 其实就是一个范形的吧 它也不知道是啥 是吧 好 那在这里的话 相当于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list 这一块数据的话 就是一个loader more 相当于是加载更多的一个数据 对的 对的 好 这样的话就拿到这个数据了吧 这个返回值的话 我们要去修改一下 它就不是Word的 好 现在的话 我就只知道这个数据 可以理解吧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数据 去看一下这个对应的话 它有一个返回 返回两种状态 这两个返回这个数据处理结果 其实它有要去处理哪些 要去得到些什么数据 那对应的话 我就可以去判断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来写一下吧 如果 这里我再定一个状态来记录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定一个state 我看一下需不需要定一个state 这个时候去定一个state 比如说定一个state在这里刑犯的 那如果这个loader mode 因为为什么要去定一个state 因为你最后刷新这个loader mode 那就是如果定义了这个state 那接下来我就要去处理结果了 好 第一个 首先 去看一下 如果这个数据等于等于空 那你这个state的话 你猜应该是等于多少 好 这里快的话 我就想的是处理结果 我这里快稍微隔一下吧 那就这样去写吧 根据加载更多的数据 处理 处理这个loader mode的一个状态值 处理loader mode的状态值 好 状态值 这一块 想的这个是一个比根 好 这一块其实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摁的 看一下 那我就动力关心 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就可以了 首先我去定义了一个并量吧 这个并量效应是现在是默认了什么也没有 对吧 默认也没有的话 其实我可以给他一个初始值 那就是loader mode里面的一个state下面的一个loading 比如说给他一个默认值loading 可以理解吧 好 这时候如果他等于等于空 相当于他去加的更多 结果他啥也没加的出来 给返回了一个空给我 返回了一个空给我的话 你说我这个state应该对应给他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loader mode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 把它给藏起来就可以了 他已经没有加的更多 相当于是我去加载更多 回来的数据是啥也没有 是空的 是不是没有加的更多了 没有更多数据 好 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其实的话 还要去做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你去加载他的时候 这一块 他是不是其实可能会干嘛呀 抛出异常吧 去加载更多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能会抛出异常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定义这个方法的时候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直接去给他 先把这个异常抛到这里来 统一的处理 他这里 你去请求网络是不是有异常吗 可能对吧 所以说但是 你交给子类之后 如果你抛到这个负类里面 处理怎么能处理这个异常状态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提示 提示我们去 相当于是try catch一下 这样就try catch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 就这样子再去挪一下 再去挪下来 这块的话 我们一直就的话 就是在处理这个loader mode的状态 好 那如果这一块的话 就应该把它给Country X 整体给他移到这里来 好 这是相当于这块 那我在这里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很容易知道了 那这个state也把它定义到外面去吧 好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他走到这个异常的话 这个state应该是等于多少啊 是不是loader mode里面的一个state下面的 是不是让他从事啊 对 让他从事一下 好 这块的话一直在处理这个状态 相当于是一个loader 你加了数据之后的话 你肯定这个状态返回给我 我才可能去刷新这个loader mode的速度吧 这是那种情况 没有加在更多的数据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是else的话 那是不是有数据吧 对不对 有数据的话 又有两种情况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时候 假如 每页 假如规定 每页 返回20条 这是我去 比如说我去分批加载的时候 是不是我会给他 告诉他 我每页你返回多少条数据给我 可以理解 这个时候 假如 规定了这个每页返回20条 这个时候 如果我去加载更多 他给我返回回来了一个10条 这个是说明一个什么情况 10条是小于我规定的 我去拉20条 他只给我返回了一个10条 说明什么情况 是不是没有加载更多了 没有加载更多 这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空也是没有加载更多 如果小于的时候 其实也是没有加载更多吧 那除了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else else的话 就是要大于 它其实肯定不可以大于吧 因为我去拉20条 你可能回来数据比20条还多吗 不可能吧 所以说这样去写一下就可以了 那就是如果 如果这个回带的数据 比较size小于 我去给它定义一个 pager的一个size 这个的话 我把它放到这个长量里面去 去找到这个长量 在这里的话 去定义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去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这个像是一个pager size 比如说我每次去请求20条 分页的一个条数可以理解吧 把它给完毕 那如果小于这个看似tens下面的一个pager size 这个敲错了对吧 pager size 这个时候去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黑肌的一个size 每页返回这么多条 来不到这边 好 啥情况 我把它搞到另外一个里面去了 对吧 没有啊 是在u210 把它给移出来 这个情况 好 这个时候相当于它已经 回来的数据的话 是小于我规定的20条 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是没有更多 没有加在更多 我这个状态是不是也会干嘛 把它给修改成一个没有更多了吧 没有更多 下次我滑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不显示出来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那else是啥呢 你想一下else是啥 else else else是不是相当于是大于等于 开始我说了 它永远不可能大于 但是相当于 我请求20条 你给我回来20条 那说明下面我下滑 往上滑的时候 应该还有可能更多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它这个状态的话 还是这个默认状态 其实你写不写这句话 没意义哈 因为它我给了它一个默认状态 它就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状态就有了吧 你看这个状态已经OK了 那接下来我就要走到这个地方了 要去刷新这个loader 如果还要刷新这个neast review吧 好再次看一下 它现在是在哪个里面呀 只信成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要做下面操作的话 就要去安全的去执行这个东西了哈 unutl 就是post一个 它是个new一个runable 好在这里的话 我就要去判断了哈 那接下来的话 我有了这个状态 然而我这个loader mode 要去刷新这个loader mode试图的话 其实我就只需要拿着这个loader mode mloader mode 去shade一下date and refuge holder 它就可以自动的给我刷新吧 它只需要把这个状态给它传过去就可以了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状态传过去就可以了 但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 它自己是在一个 它会提示我们干嘛 现在把它改成finder 可以理解吗 它为什么提示这个可以理解吗 对不对 它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要引用这个 像是类不类 要有外部类的一个成员变样的时候 它会提示它改成finder 这个时候又有问题来了 它能不能用finder finder的话只能干嘛 它只能实力化一次 后面的话 你就不能对它进行一个实力化修改了吧 对不对 这个时候用finder又行不通 它呢又拼要我们用这个finder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去这样去搞 定义 一个 相当于是中转的 临时并电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去操作 比如说我们去定一个tempo的一个state 等于这样的一个 开始得到这个结果的一个state 是吧 这是一个结果state 那我去用它就可以了 它的话 它说你把它改成finder 没关系啊 因为我这里只复制一次 所以说finder就finder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刷新这个loader mode的试图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 还要刷新这个list view的试图 刷新list view的试图的话 就比较简单 而且判断下 如果 这个是我们的加载更多之后的一个数据 loader mode的这个 对子 相当于是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的话 我就可以干嘛呀 就可以拿到我的数据源 mdata一个source 去ade一下这个load 把这个新的数据的话 追加到这个集合里面去 这个时候 把这个数据源更新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做什么操作呢 notify data change 等一下就可以了 那是同样的道理啊 它要把它改成finder 你看 这边改成finder之后的话 看一下 它还在编译哈 这个要一个初始值 改成finder之后的话 它这里又要一个初始值 看一下 但是你这里要初始值的话 它这里又会改变的 还是一样道理 其实事情不通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 在这个地方 老老实实的给它搞一个 这样一个中转変量 比如说我们来到这边 给它定一下 这个的话 也叫做一个temporary 一个loader mode 一个date 好 这个 这个date的话 就是对应了一个loader mode 一个dat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前面这个finder 给它干掉 这个初始值有没有没关系 好 接下来我就可以用这个temporary 一个loader mode 如果它不等于空 把它给加到 转到盒子里面去 相对数据源更新 list view 数据源更新 好 对应的话是刷新 这里是要把它改成一个finder 这样的话我们的逻辑是不是就已经ok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感觉是没有啥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话 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需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 它滑到底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我看一下 在gator view里面 在gator view里面 它现在的话是啥呀 是不是它滑到底的时候 我就会去换进一个loader mode的对象 对不对 但是有些情况 那你就要去判断 有没有加载更多 有的instervue是不是没有加载更多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要去这样去写个方法 如果孩子 loader mode 相对于有这个加载更多的话 你就走这个逻辑 没有这个加载更多的话 那就是else 如果没有加载 诶 不是这一块 不是这一块 这个视度是没啥问题的 刷新视度是没啥问题的 就这个数据设置的时候 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孩子loader mode 有下载更多 是不是我应该去 开始真正去加载数据吧 那没有加载更多的话 你觉得一个干嘛呀 是不是把这个loader mode 给它隐藏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方法 你看 你看 它现在的话是 首先是初始化试图嘛 也就是说它滑到底的时候 它肯定会去把一个这个loader mode搞出来 可以理解吧 它肯定会去搞一个loader mode 搞一个loader mode 这个loader mode 我们走到这个数据加载的时候 的话 数据展示的时候的话 你看 如果是滑到底 这个时候你要去判断 如果有加载更多 我们应该去执行加载更多 拉取数据 得到更多的一个数据吧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我把这个loader mode 给它 设定一下 data and refresh view 把它改成一个啥呀 是不是把它改成一个 loader mode 那你命的一个state下面的一个lan就可以了 说是没有加载更多 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显示就可以了 对 滑到底就空白了对吧 那你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创建一个这个方法 好 这里的话把它写到这个后面吧 好 这个方法的话 需要去注意 像是 dsk 决定 有没有加载更多 默认的话 我们给它写下 默认 是返回 默认是返回这个处 像默认的话 一个interview 它就有这个加载更多 可以理解吧 它有个这个默认值吧 我这里给它一个默认值是吧 这个是 但是 子类可以复写 此方法 啊 是不是子类可以复写的 这个时候 如果返回 如果子类返回的是force 看一下 如果子类返回的force的话 就不会去加载 加载更多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loger mode方法 它默认的话 是返回为处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吧 那同样我们再去考虑一下 它什么时候会被调用 ds 哦 这个是core 那它什么时候会调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这样一个加gator view 这个方法 在这个地方 数据展示的时候 看一下 默认情况 这里说了哈 决定有没有加载更多 默认是返回为处 但是子类可以复写 这个方法 如果子类返回一个force 就不会去加载更多 可以了解吧 默认是处 那默认的情况 它是不是有这个 对吧 那子类去复写之后 如果把它返回force之后 它是不是有这个 这的话 也是框架里面常规的一些定义 就是你可以定义一些方法 好 子类复写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改变它的一些行为 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什么会加载的话 一样的 就是gator view中 数据展示的时候会调用 gator view中 其实也是滑到底的时候会调用 这个情况 好 这样的话整一块逻辑的话 看似就没啥问题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它 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做 好 这块数据的话就已经ok了 这个相当于其实 这块逻辑加起来的话 就有点复杂了吧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一些状态 给它搞懂 其实的话 其实就是加载数据 要得到这个状态 得到状态之后 要刷新数据 而且这里还搞了一个临时便利 这只一块loader mode 基本上就ok了 这个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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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